- 麻煩白咖啡为你呈现,988新闻线 - 你好我是冠贤,你好我是欣蕊 - 哇哦,来到今天哦,看起来路上的交通好像没有那么的阻塞 - 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明天是公假的关系 - 所以大家也拿一个廉价,就是直接到明天 - 从礼拜六就开始,然后明天才回来,这样子有没有 - 不过也要跟大家说,虽然明天是公假,但是新闻线还是会继续进行的哦 - 没错,每一天的weekday都可以准时的留守着新闻线 - 话不多说,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主线 - 先让给你吧,一党说,让西蒙先收拾烂摊子 - 他们下一届才拿下中央政权 - 哥冰心今天说,预料下个月会废除反假新闻法令 - 而国营台有望直播世界杯 - 哥冰心今天说,不见龙心高铁了 - 但是需要新加坡的同意,不然就赔偿五亿 - 贸销部说6月1号开始可以暂时保留旧假的标签 - 但是收费必须GST零税率 - 今天呢,新闻线要跟大家讨论一件事情 - 就是what you see,不一定是what you get这件事情 -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? - 因为从6月1号开始,你所看到的价格不一定是最终的价格哦 - 因为贸销部执法组主任罗斯兰今天就透露 - 我们的消费税6月1号开始就会从6%降到零税率嘛 - 那贸销部那边呢,是暂时允许商家的这个商品标价的这个标签呢 - 是可以保持原有的价格 - 但是呢,商家从6月1号开始结账之后就不可以再征收GST消费税 - 你的价格呢,必须是扣除6%的 -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举动也是蛮贴心的啦 - 因为很多商家可能会预先标那个价钱标签嘛 - 所以他们就不用一次过换掉整个东西 - 需要时间慢慢来 - 就好像包括你印了menu很美的一些menu - 那你接下来还是可以有时间去调整的 - 所以消费者提醒你哦 - 在6月1号之后你购买东西物品的时候 - 应该要仔细的检查收据上面的消费税率 - 一定是要零,就是没有GST的价格 - 就是商家不可以再跟你征收消费税了 - 那他也有举例如果6月1号之前商品的价格是100令吉的话呢 - 那从6月1号开始消费税率降到零税率嘛 - 所以价格就必须要扣6令吉 - 所以结账的时候呢,你要给的就是94令吉 - 反正呢,你看到你所给的钱跟你的收据 - 跟商品的价格标签呢,可以是两回事的 - 没错,罗斯兰还说 - 贸销部已经在上个星期五跟9个本地的团体见面了 - 而这些团体就希望政府给2到3个月的宽限期 - 方便商家去更新那些商品价格标签的 - 不过执法组会在6月1号之后就开始去检查商品价格 - 所以呢,他也呼吁消费者去协助执法 - 如果你发现那些商家没有下调消费税到零的话 - 就可以向部门举报 - 包括了前往贸销局各个地区的办事处去投报的 - 那罗斯兰就说呢,其实他们是可以援引多个法令来采取行动的 - 包括说呢,是200、2011年统治品级反暴利法令 - 在这个条文之下呢,如果罪成的话啊 - 个人是可以被罚款10万令吉或是坐牢三年 - 重犯的话呢,就是25万令吉或是坐牢五年 - 那如果是公司的话,一旦罪成呢 - 罚款是50万令吉,蛮重的一个刑罚的 - 那另外一个就是1993年统治价格法令 - 那罗斯兰还说呢,按照比例的话 - 他们会派出执法官员去检查嘛 - 那平均一个执法官员呢,是负责检查五间商店的 - 那在贸销部在这个宣布之前呢 - 我们看到雪兰俄州的贸销局执法组就已经开始行动了 - 他们在这个月25号就已经出动213名官员 - 是到雪兰俄州各地的去做一个记录商品价格 - 就希望说能够在这个新政策生效之后进行价格比对 - 雪兰俄州的贸销局执法组织阿兹曼今天就是说 - 这是要为了确保商家已经扣除消费税 - 那售价相比之前肯定是来得更低的 - 不然的话呢,就会援引相关的法令来对付商家了 -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耶 - 因为他们现在就先记录说你有收取消费税 - 这个消费税是这个价钱 - 那6月1号之后呢,你的价钱就不可以再一样了 - 我觉得我们消费者也应该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- 就是你不管是在买东西或你用一些服务之后呢 - 拍下价格,然后比较一下6月1号之后的价格 - 商家有没有调降这个价格 - 我知道你有开始在做这个东西是不是 - 被发现了 - 他就是一个很明智的消费者,每一次都会去看这个东西 - 包括在之前,实施消费税的之前,我也做了这样的事情 - OK,那其实在政府宣布消费税零税率之后呢 - 你会先看到说国内汽车车商他们也率先宣布会调降这个售价 - 像我一些朋友呢,他们在之前买了车就会开始觉得很心痛 - 我要是多给6%的意思吗 - 可是呢,这个情况未来不一定是这样子哦 - 因为马来西亚汽车商协会MAA的主席就说到呢 - 应该是要比这个GST6%的税率还要低 - 那么车价才能够下降,来吸引更多国人购买车辆的 - 那今天一直说到what you see不一定是what you get嘛 - 而且你看到一些很大型很华丽的计划呢 - 也不一定是会实行的 - 因为呢,今天首相马哈迪啊 - 他在接受金融时报的访问的时候就有提到 - 我国必须要放弃一些不必要的计划 - 比如说高铁计划,就是龙兴高铁计划 - 这个计划呢已经耗自1100亿令吉 - 假如说这个计划是就是让我们我国马来西亚一无所获的话呢 - 这个计划就必须要取消的 - 敦马是在今天傍晚 - 傍晚的时候在土团党的总部 - 就主持他们的最高理事会会议之后做了一个记者会 - 然后就像媒体证实说取消龙兴高铁计划是最后的决定了 - 而且在这项计划之下呢 - 我国和新加坡原本就有一个协议嘛 - 因此大马政府就会去见新加坡政府讨论这件事情 - 但是他说取消龙兴高铁计划 - 大马是需要赔偿大约高达5亿令吉的罚款的 - 但是他认为这为了要削减政府的开销和投资 - 是要避免国家宣布破产才有这样一个举动 - 当然接下来还是要看敦马 - 这边带领的这个我国的政府去跟新加坡方面谈判的一个成果了 - 好像就是长痛不如短痛的感觉是不是 - 另外对吗也有说到呢 - 土团党还在计算着希盟的一些议席 - 不排除当中含有因为欺骗成分而落败的议席 - 因为这些议席的废票呢是出奇的多 - 有一些甚至是多达700到800张的废票 - 那他在这个记者会上面也是直接说到 - 希盟认为没有理由马来西亚人这么笨嘛 - 这个也像是what you see不代表what you see - 是不是 - 然后我们看到有一些新闻哦 - 也真的是不一定是真的 - 你看到不一定是真的 - 前朝政府呢也因为这样的事情就推出了反假新闻法令嘛 - 但是真的引起太多太多的一些方间的争议了 - 通讯及多媒体部长歌冰心今天就说要令说 - 政府希望可以赶在下个月的25号国会下议院开会的时候呢 - 提成废除2018年反假新闻法令的动议 - 他就说通讯部目前是还没有针对这件事情进行商讨 - 但是近期之内会拜会总检查署方面进行讨论的 - 他也说到呢 - 希望联盟政府是会遵守承诺给予媒体足够的言论自由 - 不会随意的打压媒体报导 - 不过呢就是无论人民啊或是媒体都一定要知道 - 言论自由这件事情也是有限度的 - 所以自己发表的言论呢也不要超越法律的界限 - 比如说涉及诽谤啊这些不是事实的东西 - 就不要就是报也不要去传 - 另一方面呢针对外界盛传媒体界存有 - 存在已久了 - 亲政府报导而忽略反对党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呢 - 歌冰心就承诺 - 政府会尽量不让这种所谓不公平的情况发生 - 因为他认为其实不只是执政党 - 反对党呢在制定政策上也是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- 因此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要监督制衡政府制定国家的政策嘛 - 所以他就认为说这种现象呢不可以再发生了 - 有的报就报吧 - 那另外你感受到世界杯热潮 - 但是哦有些人不一定看得到比赛的哦 - 因为可能要给钱呢 - 而且人家说可能现在有什么Facebook Live啊可以看到 - 可是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啊 - 没有因为世界杯这一次是很严厉的去执法 - 就是说那些非法管道是不可以看到世界杯的 - 你看我要看就是更难了 - 所以呢歌冰心就带来一个好消息 - 但是还不确定会不会实行啊 - 他就说会在星期三的内阁会当中呢 - 要求让国营电视台直播六月份开打的世界杯 - 也就是还有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 - 那他也提到说这是要让人民 - 从事对国营电视台一个信心和归属感 - 因为毕竟之前可能有些人对这个电视台也失去一些信心啦 - 所以歌冰心就认为说 - 这个国营电视台一定要给民众一个全新的形象 - 就吸引民众去看它的内容 - 而且他提到说 - 好像这个美国有线新闻网 - 这个CNN他展现出一个不错的形象 - 所以就希望说国营电视台也必须有做出一些改善 - 否则你有再好的节目内容 - 还是没办法吸引群众的一个注意力的 - 那他就希望说国营电视台是可以提升媒体的竞争力 - 其实他也有说啦 - 既然给你了一个目标就觉得说 - 好像可以像CNN这样子效仿他们嘛 - 所以他就说会给半年的时间观察一下 - 国营电视台是不是有什么改变 - 同时的话呢 - 也需要所有的媒体提供建议还有改善意见的 - 去给意见啦 - 那现在我们也是邀你给意见的 - 刚刚说到了有关GSD这件事情 - 因为下个月开始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调整嘛 - 贸销部那边呢 - 现在是允许商家 - 你在这个商品标签是可以暂时保持原价 - 但是结账的时候呢 - 从6月1号开始就必须要 - 是没有消费税的 -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- 那选择赖的话就认为 - 我看的价格不是我还的价钱 - 这样很乱呢 - 真的我觉得对于有些人来说会很乱的 - 诶 我一看的100块可是我只给94块 - 为什么会这样子的 - 所以如果你觉得会很乱的话呢 - 你就点选like这个选项 - 第二个选项love呢就觉得影响不大 - 反正我只要记得价格标签不一定是最终的价格就对了 - 诶 用这样的想法也是不错的 - 那选择哈哈就认为本来就不会看啊 - 商家给我收多少就给多少咯 - 我身边确实也有这种人 - 不过这样子是很危险的啊 - 真的吗 - 有时候真的算错你也不知道的 - 那你觉得你比较贴近哪一个今天的选项呢 - 欢迎你到我们的官方的Facebook那边去投选